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全市场都面临了 哀鸿遍野的走势 台股直接跳空下开 开低走低 盘中中跌了700多点 中场还跌了600多点 但是到了收盘之后 据我们统计三大法人只卖65亿 那是谁杀的 谁把货接走了 每个人都在讨论 这个大盘是不是空头来临 大盘要崩跌在哪里 我只是在考量 我什么时候要接货 因为当时7月8号到7月10号 这三天当中 我把多档的重型股票 还有我一路低档经营的股票 都在那三天之内 前后全速高档清仓 清仓之后 我直到上个礼拜五 第一档先买进了鸿海 到现在我满手现金 等的就是最佳的超底点 很多人不敢讲超底这个字 我敢讲 因为我高档清仓了 我等的就是我要进场的时间点 我刚才开涨白已经讲了 三大法人只卖了65亿 那么今天暴跌的走势 到底谁把货接走了 到底法人接了什么股票 不然怎么没有卖很多很多亿呢 这个时候请大家看一下 今天大盘跳空的大阴线 直接跳空 跳空 跳空 蹦下来 礼拜五大阴线 今天第二根大阴线 而今天大阴线 是直接有一个空方缺口 蹦下来 那么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 我讲过 礼拜五呢 这个大盘 它也是一个大阴线崩落 那么大阴线崩落呢 但是它没有缺口 因为礼拜四选了一个十字红 那么在这个格局当中 我先预告 本周F4会轮流出现买点 讲到这边 请大家稍安勿躁 今天礼拜一 本周有五个交易日 请大家敬请期待 然而 我给大家的关键价 叫做23050 那今天很显然的用不着了 因为今天是开低 那么开低要怎么样呢 最好跳很空开低 那你会回答我 老师今天有开低 但是问题没有跳很空开低 那我的这个有淡数 是跳很空开低 这个是最好的情况 因为直接落底 那不然呢盘跌或是追杀 那么今天开低走哪一条路 走追杀 为什么呢 我先比对下一张 这个缺口不够大 有有开低缺口不够大 懂追杀 所以上周我已经把本周的盘 尤其今天的盘先截给各位听了 因为我已经跟各位杀盘推演 我并不知道今天一大早又听到那个拜登他要退选 那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是上个礼拜我就截好的盘 那么上个礼拜四大家也听到 就是之前那个川普总统的那个口水 他讲了什么保护会的问题 然后现在加上这个会选全部都政治盘 那么政治盘会造成什么样的干扰呢 像这种是比较没有办法用基本面去解释这个盘 所以我上礼拜拿的这些资料 我对于大盘的看法 请大家好好的把规格弄好 你就不会毛毛躁躁 为什么 因为上个礼拜我讲过 我们本土的台积电 并不是因为财报不好而下跌 那是怎么样呢 好到爆 大家都知道这个上修财报 对不对 台积电海外扩张策略不变 不会因为川普讲话就不要了 没有 他说一旦加征关税 还要跟客户共同承担这个成本 所以扩张策略不变 那基本面没有改变呢 好 那么台积电第二季 每天赚27亿 好不好 好 好到爆 COVAS怎么样 供不应求 扩大四单 是不是商机又来了 对 那为什么再跌呢 我讲过 跌这些口水 跌这些政治 那跟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现在还有一个news也很好啊 外资也上调台积电嘛 但是台积电还在跌啊 它不是跌基本面嘛 欧洲央行说啊 不排除9月降息 大家看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回答我 我解的没有错嘛 我说现在我们台股 不是面临的基本面 不是面临的财报面 是面临的筹码面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阿多仔 一直在台股提款 那你这个两个总统这样 一个川普 然后一个要退选 好了 就这样子造成这种风暴 那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去想一下 这个盘有它的一个逻辑啊 今天虽然它是走一个 比较偏政治盘的做法 但是我上个礼拜 已经把今天的盘解了 我说只要开低最好跳很空 有开但是没有跳很空 那么一种状况就是盘跌 一种状况追杀 那今天形成追杀 盘中还700多点 那那个礼拜我讲过 大阴线崩落 本周要注意 这四个股票 F4就像台积电啊 鸿海啊 联发科广达 什么时候出现比较像样 真正的止跌回稳的时候 这个地方台股就有希望 那所以呢 我也跟各位说 今天的这个卖超只有六十几亿 代表呢 已经没什么货可以卖了 所以呢 要注意这四个股票的落底点 那么我当天也跟各位说啊 今天一样嘛 股汇双杀 那天也是股汇双杀嘛 礼拜五的时候 台积电法说利多 挡不住地缘风水 地缘风险 这个川普讲的这些话 那当然啊 这个那天礼拜五 只有鸿海收红K 四大天王 然后收平盘 那台积电呢 像它的设备股 比较强像新云涨停 但是今天新云是下跌的 我稍后也会解释 那所以呢 这个规格 我上礼拜就讲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盘 懂下来 那这个二十大排行榜 很明显的 总共跌405点 很多呢 那跌405点 那剩下200多点 谁跌的 全部都跌 所以今天可以叫做全均覆没 全部都在跌 全部都在跌 那今天我比较庆幸 有一档股票 反正是逆势上涨 稍微再跟各位说 那这个地方呢 形成这种规格 那这种规格呢 我们看哦 最低点是22130 然后最高才22818 你看哇 这个这样 从楼上杀到楼下 那今天这个规格怎么办呢 这边一个很明确的 今天开盘就是今天最高点 开盘最高点 然后直接一个大阴线 而且这个净实体很大哦 这个很大哦 这下面也有下引线 100多点 那但是这个柱子肥有力的 这边有一个空洞 那这个要怎么去解读呢 我想呢 针对于大家不安的状况呢 我先提出这个做法 这个看法 多头特色缓涨几点 多头 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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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胖 好 缓涨几点 这就是多头的特色 那你就在那边参考一下 我讲的 因为现在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全部是跌那些有的没的的 那我刚才解释过 那在这个地方 你更要心平气和 那当然这个特色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口号 这个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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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很快对不对 但是在这边我有警觉 叫你卖股票哦 那现在呢 形态叫大阴线崩落 的确就是又崩落了 继续崩落 明天关键交给各位 22474 今天大家都知道 拜登不选了 台股跳水 跳空开低 流空缺口 今天可以叫做全军覆没 只有少数在上涨 此盘跟基本面无关 但是跟政治干扰比较有关 好不好 就是这样解读 那政治我不懂 我只能就这样盘面 跟各位说是这样的因素 那么请注意明日开高跟开低 明日开高需占上关键价22474 那亦形成追价力 明天只要开高走这条路 追价就会进来 因为今天三大法人只卖65亿 那表示他们之前卖 就卖卖卖卖卖卖卖 现在也不太想卖了 他等着要接获的一个走势的做法 所以只要走这种规格 很容易形成追价的力道 那么如果不是这条路 很容易形成运出或反杀 也就是当你追价追到最大一半的 然后又没有很像样 没有挡到那个地方或上去的话 你可能再多多又下来 这边你要提防 那最好把我贴入跟加入 盘中会提醒各位好不好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明天我开低最好跳很空 这次我的一个弹数 跳很空 那你跳很空 那个洞大一点 然后以跌止跌 比较容易以跌止跌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良心话 那你要去分 你跳很空 开低那一瞬间那一刹那 你要知道你股票反应的 马上缩脚 那就对了 一跌止跌 这种是最好的 比较容易落底 那不然也能出现一个叫运出格局 或是追价 追价 如果这样子冬下来不甘不甩 跟今天一样 这样开这样一点点动 再追价 这种盘比较不好 就像今天这种盘 它这动不够大 所以它就叫追价 类似这种走势 这种盘是比较不好 你要一次跳很空 那就是反应到 你低档就容易出现 那个止跌讯 好不好 那明天有什么状况 我在盘中跟各位讲 那你赶快把我推入跟加入 好不好 这边扫完那个QR Code OK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讲这个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它权重比较重 今天台积电跌31块 那天970对不对 那那天我有抢先给大家做它的财报 真的它不是跌财报 好到爆 像有法人把它调到1400 这是好像好玩的吗 也不是 这个未来有机会 但是现在我讲过 它不是走基本面 走财报面 台积电当时创1080的时候 我有请各位注意 次就一个空洞 这边我就说你要注意 虽然这一天有去补缺口 但是它没有正式站上去 所以我跟各位说明日关键 虽然这个线 我还是跟各位说明日关键 结果19号大印线崩落 好 问题来的 那天礼拜五 我把台积电跟各位 请各位注意 你手上有台积电的 或是有现金要买台积电的 注意 看过来 那天跌到970 我特别在这边画两个虚虚 好 画两个虚虚 我说在这块区块当中 要做什么 准备接货 那么台积电从这边 抵到这边 跌了110块 那么我们比对今天的走势 我连台积电都画这么准 今天抵到这对不对 好 我让各位看 这虚虚是不是在这 好 停在这 有没有 今天刚好在虚虚的里面 这个上缘碰到了 微幅的破 但是还没有顶到下缘 所以你看 我早就把台积电画好了 所以各位去想一下 台积电我叫大家好好地 等我的讯息 有没有 你要买的话 你要等我的讯息 停在这 我弄给各位看 有没有 差一点点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要以上缘 它微微破了 有没有 所以你看 我画这个线很准 我少就给你画好 今天得到938 所以明后两日 准备接货台积电 欢迎所有爱好台积电的来预约 或者是有现金的 或者是高档被套住的 因为我当时要你们卖台积电 避开暴跌142元的跌幅 所以现在要等我发号施定 所有一切的疑难杂症 请你好好心平气和想一下 如果现在需要我帮忙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身边 这个方案今天再退一天 好不好 两全其美 满一送一168 先这样的讲 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今天全市场都处在不安的状况 但是我还是要讲真心话 你处在不安又如何 当时要各位卖股票 你们就不理我 然后硬要去追 我有讲过 该买的时候就卖 该卖的时候就卖 有时候不对的也要跑 但是有些人要眷恋 所以到今天这样子直直下来 才发现价差差的好远 我希望再有一次的机会 你能照我的方式 复制我成功的经验 因为我敢做 敢说 敢卖 可是没有因为我这个魄力 今天各位看到 鸿海收192.5 你们可以说 我礼拜五才说我要all in了 今天不是被黏了 好 我今天是的确被短套 那天我说200 对不对 达证 那天收204 我那天all in 为什么我有这个资格 你们去想一下 一个赢家的风范 我当时这一段 台股崩跌1000点的4月19号 我尾盘全力扫红海 红海在那边除了几天 就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刚好运气最好 那天买到这波的最低点 但是它也经过无数次的震荡 结果红海从140涨到234.5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后面这一段做了N摆烫 还参加它的除息 直到除完息之后 我在这天又去买了这一张 我在这边全部把它倒掉 就是在7月9号 而我倒完红海之后 红海出现了波峰大黑十字 然后我一直没有去买红海 红海就从234.5 一直跌到200块 那跌到200块之后 我开始做一个收获 那你会跟我讲说 老师你今天去买红海又粘住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红海它当时我这边卖 就跌跌地避开暴跌波的风险 到7月18号 我用技术面来跟各位解 这边两个洞 两个洞 那两个洞我准备随时会all in 那么19号的时候 一大早出现第三个洞 然后又来到这个200块附近 200块 然后后来它就直接这样反扑了 那反扑那天我真的去买了 买的问题是 今天刚好 不管什么原因 它终究掉下来 那问题 我买这边 我的防守点设在这里 所以一个大将之风买什么 买在哪里防范措施弄好就好了 不然就如同当时 我一路要大家买红海 买在矮矮的位置 你们都不为所动 结果赚最多就是我 对不对 那我今天刚好不管是什么 什么政治因素地缘风险 反正就下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请各位注意这里 杀到增量 问题来了 今天三大法人只卖65亿 那他们其他的钱拿去买什么 那今天大多数来 如果以正常的推理 那不是散户杀股票 对 对正常推理 那这个股票你看 这股票今天量很大 多大 我看一下它是几万张 今天很多 不是这张是这张 停在这里 15.7万 今天量很大 好 那今天后来变一条线 表示早上这边杀完之后 一条线是怎么样 你丢它就减 你丢才会变一条线 这我常常在讲 一条线很好买 不要三条线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 所以今天这样我不会害怕 因为今天是杀到增量 所以喜欢红海的 也来问我 因为我能够全身而退 暴跌波的风险 你就要来问我好不好 140买到这边全部卖掉 我到礼拜五才接的 那我先跟各位讲 明天还有一个关键点 我还要买 明天还有一个关键点 我还要买 所以新成员 请你赶快来预约 我这个人做什么 讲什么 不会说你礼拜五买 就今天没有了 不会 因为红海当时就是这样 赚一大坡的 我是一直到礼拜五才买的 那今天因为是这个事件 突然又蹦下来 那没关系 已经蹦下来 但是我也跟各位说 如果我做错这个地方 好不好 防守点在这里 这条线延伸过来 好不好 这样是OK的 因为之前我有跟各位说 我要买红海赚红海 有没有 这个7月9号的确全速清仓 这天234.5 对不对 避开暴跌波的风险 4月19这天我真的买红海 结果各位还发现 是140这一天 140 结果就一路涨 一路涨 一路涨 对不对 这中间我有做母股 还有加码单 我什么时候卖 什么时候买 我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此次我又出来 买红海 当然我有防范硕士有做好 当时7月11再讲一遍 高档三黑心要注意 你们通通不要注意 然后想说自己买就好 对啊 这种重型股自己买就好 问题是你买了230到现在 你就套几十块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我早就把钱放口袋里 我等的是买点 就我同这些 这些股票也是一样 像这个广达 很多人去追到那个300多多多多的 现在剩下不到300 你怎么办 这个广达你看 今天288 在眼睛很快 那你看 怎么没有踩刹车 这好像里面其中一档最糟糕的 对不对 345跌到283 而且这边有一个洞 三连音 跳空三连音是最弱势的 好在它量缩起来 不然就完蛋了 因为这种跳空三连音的一个走势 这边都没有档了 这边都没有档了 这个柱子这边也没什么档 那这个目前这一档 四大天王这一档 我直接判别了 落底讯不明 落底讯不明 我讲话很诚恳 欢迎询问关键点 如果你手上有这档被套到高点的 来问一下 因为目前它的落底讯不明显 那我不能跟你说 硬给你拗说它有落底讯 目前不明显 那么以它的跌幅来看 现在跌了62块 所以这档股票稍微注意一下 基本面没有问题 筹码有问题好不好 那7月19 说跳空双连音嘛 对不对 今天变三颗了 那当时有没有 7月10号全身而退 有没有 全身而退卖光了 那我卖光呢 我希望大家要像我一样 我做股票都这样 跟你讲清楚的 有没有 买了喷 然后呢 再喷涨不动卖光 卖光之后呢 就从这边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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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然后今天呢 继续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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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好不好 那如果手上有这张股票的来问一下 它的指纹讯在哪边 大概哪边比较有机会 因为目前它的形态比较不明确的指纹 但是鸿海跟台积电 比较有明确的一些做法 好不好 那还有包括这个联发科 这个联发科 现在也是跌的蛮多的 今天来到1225 对不对 今天后来这边一条线 今天这个呢 大家看这根黑的又绑下来 代表一件事情 我那天才讲 运出 下周有一个点位要买 先来预约 我还没买 因为什么 运出失败 你运出格局啊 你不能开这种盘 运出格局你不能开弱盘 好不好 因为以它的运出你要开强盘 你开弱盘直接下来就不对 所以我没有买好不好 结果今天又下来 如果你来问我 你就不会去乱抢 运出失败 我还没有买 所以喜欢这一档 请来预约买点 你看从这边卖掉 就崩跌了265块 由我这样做 你们才能够持盈保败 等买点嘛 现在每个人都等反弹 等解套 我再等买点 我这卖光了 有没有 卖光了 加息100多块 我在这卖光了 我才有资格 请你们来跟我预约买点 所以你看 能够懂得买股票不怎样 卖股票才是专家师傅 卖完之后 我满手现金 我什么时候要买 都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来跟我预约 预约我随时动手再买 那有来问我 今天没有买这一档 因为不对嘛 因为你运出格局要开强势 你开弱势我就不买嘛 对不对 所以做法不是 你今天钱多你就试试看 不是哦 不是试试看的问题 讲到这个天气股也是 今天真的好热 台风快的好热哦 那你天气股呢 基本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财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天气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处在筹码 跌50块 最短要跌53 我卖掉就还没买 你是挤什么 哦 有没有 没买 对不对 你看哦 棒 我那天有讲哦 我解盘很清楚哦 由初步指稳 由初步初步指稳 下周关键看 我不是说指稳就要大涨 我解盘很客观 下周关键 我带你避开171块的暴跌 来预约买点 那你下周关键 你今天开这样就不对 你跟这个一样这样不对嘛 你这个十字这样子不对嘛 冬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开的弱势盘 就这样子 然后一点高没有了 你要就直接上去 它没有上去直接下来 那这就是标准 开高会走低的 所以我还没买 那你来问我的 今天不会是栽在里面 对不对 很多人说 啊没关系 我看你什么时候买 我再跟你买 问题是 你们自己跑进去买 今天冬一根下来 吓死人了 从那边到这边187块 杀到增量 我还是希望 你有这档被套住的 或是有现金要买的 来预约买点 有来问的 今天不会进去抢啊 对不对 我要我不是抢短线 我不是跟各位说吗 只是反弹我不要 我要整个波段的 对不对 齐鸿53块 那你来问我 你会不会买啊 我还没买啊 明后两日准备接货 欢迎预约 为什么 我讲话很诚实啊 初步指稳 下周关键 是有初步指稳 但是还是很关键啊 那我讲很清楚 来预约买点啊 那你既然是这种走势哦 这种走势哦 避开120块的暴跌 对不对 你今天开一点高没了 那这标准就不对嘛 你这种强势盘 人家开高一路拉 开高没了 这更注定失败 所以呢 我还没买 那结果呢 咚下来 来问我的 今天都不会去买这档 好不好 暴跌148块 你能保平安 你才有下次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能够 回心转意听我的 你还有机会 最怕的是 你到最后都没了 那我也没办法 好不好 现在去想一下 那至于这档上个礼拜涨停 今天没有涨停 那各位去想涨停涨38块 谢谢 今天底29块 今天还有小涨 但是我希望不是小涨的问题 因为这个股票 基本面也没有问题 这个是回波前面的上涂点 我讲得很清楚 它还在这 它并不是懂下来 对不对 所以防守还是守这里 好不好 我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股票 我都有它的做法 不是说今天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那至于这档股票呢 今天最后是跌下来 在这边 但是这档股票 请各位好好的留意了 有人进去今天多空大换手 那至于唯一上涨股票 是这只小额美的股票 我讲的都很诚实 所以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赶快来预约 今天再给大家一次这样的方案 希望你能够call me 找到我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